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 哎呀终于对吧 冥想对象学了那么久 终于可以用了 而且呢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对吧 通过做这个东西呢 我又可以练冥想对象 你学C学了那么久 对吧都没做过东西 是不是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做了 刚刚呢是做到哪步了 太阳出来了是不是 太阳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 我们要实现 旁边放一个星球 是不是 星球呢干什么 绕着它跑 听懂了没有 绕着它飞 那么刚刚这个叫star 那么这个星星叫什么 咱们就当做一个 行星呗 还叫什么星 就叫行星是吧 行 那就叫行星嘛 叫planet对不对 给它起个名字叫planet 然后我分析一下 然后我分析一下planet有没有必要寄成star 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吧 因为star里面不是有共同的东西吗 来我们看一看 咱们就设一个新的类 叫planet planet planet应该是 是行星吧 没错 然后呢 我在这 extend什么 start 它让我增加这个相关的构造器 加一下 加一下 来 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不是直接掉我们的负率的构造器了 啊 不会掉这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简化了 然后我们再考虑啊 这是它的构造器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显然在这个 呃 我们这个star里边 这些属性啊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继续继续使用啊 啊 是不是也可以继续使用 好 那么我们再考虑 这个imagine跟这个xy 我对于我们行星来讲 它也是有的 当然行星呢 除了它这个 它还有别的 还有什么呢 咱们先把这个 分析一下 除了图片 坐标 那么行星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内容 行星跟太阳的区别是什么 太阳是不动的 行星是动的 对不对 行星是沿着某一个椭圆洞的 是不是这个区别 好 也就是行星 你分析一下 行星 沿着某个椭圆运行 椭圆怎么定义 是不是有长轴 长轴 短轴啊 还有什么 是不是速度啊 多快的飞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三个要素啊 那么每个行星 是不是都不一样 一样不 显然不一样吧 每个行星都不一样吧 长轴 短轴 速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在想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行星 是不是都有这个长轴短轴速度 对不对 都有它 还有一个 行星 绕着谁飞 绕着谁飞 当然在我们这儿呢 肯定是固定的 百分百绕着太阳飞 是不是 百分百绕着太阳飞 只有一个太阳吗 听懂了没有 百分百绕着太阳飞 大家如果为了通用的话 那有可能 如果你以后扩展呢 对吧 那有可能对吧 行星可能就不绕太阳飞 对吧 绕着什么 什么什么马座的 对吧 神通马座的某个行星 是不是也飞啊 听懂了没有 所以我们在想 能不能搞得通用一些 听懂了没有 所以有可能还什么 绕着 绕着某个 对吧 星星 某个star 是不是具比这样的特点啊 当然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行星跟卫星 是变成一样的了 卫星是不是绕着行星飞 行星绕着太阳飞吗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planet好像 跟这个卫星好像可以 差不多了 好像变得 听懂了没有 不过没关系 咱们就叫planet 后期如果 做卫星的时候 发现卫星有什么 如果卫星有特别的东西的话 让卫星再继续什么 继续我们行星嘛 听懂了没有 好 所以在这呢 我们先分析了半天 它应该具备这样四个属性 长轴短轴速度 长轴怎么说 double 叫什么 长轴 长轴我们怎么说呢 叫long axis 是吧 好 这是长轴 长轴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啊 还有什么 短轴对吧 叫short axis 这表示这个椭圆的长轴 这是什么 椭圆的短轴 还有它的速度 是不是啊 飞行的速度 好 还有什么 某个中心嘛 中心是不是另一个star 就叫star呗 是吧 就叫star呗 star就叫center 对吧 它的中心 好了 我们是不是分析了半天 是不是需要加 对于我们的行星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加这样四个属性啊 啊 同学们 那么你需要加这四个属性的话 那就 事情就更复杂了 你的构造 构造器构造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出数化这个行星呢 是不是需要传不少参数啊 啊 看懂了没有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呗 来写一下 来咱们定义一下 因为我们希望呢 你创建的时候呢 构造器构造的时候 就把这些属性呢 给你传进来 然后呢 就出来一个对象呗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啊 听懂了没有 所以我在这呢 再搞一个构造器 构造器呢 可能需要你传这些参数 他们四个 好 哎 他都来了 不是四个了 N个了 我们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去创建行星的话 可能需要的是这样几个 然后呢 sauce 他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了 他这显示的是 他自己的属性了 他出来的话 包含了 是不是包含了 负累的这个属性了 对吧 xy我们就不用了 初始化的时候不需要 初始化应该不需要 咱们到时候 统一让这个0 从0 从那个 看需不需要 咱们统一计算一个吧 不让他给他们传这个 吃饭了 对对对对 咱们给他一个 起始点 然后这儿呢 imagine这儿呢 我们也不要了 让他给我传一个imagine path 还是老套路 好不好 然后下面的就是这一堆 我们是需要传的 明白了没有 我们需要做处理的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看一看 报警错了什么 start空构的东西 没有定义是吧 来先这么写吧 大家看 下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去考虑一下 我们这个 他的一个 传了这些参数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进行 计算的问题了 通过这些参数呢 我要把它具备的 所有的属性 全算出来 听懂了 全算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儿我需要这个star里边加个空的构造器 public什么star 写错了 大家看加个构造器这是不是不报错了 看到没有 因为我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他总是会调用什么 负率的空构造器吗 负率构造器吗 看到没有 所以他刚大家看 刚刚我在这star里边没有的话 没有他的话 他就不知道掉哪一个了 这就报错了 看到没有 看到吗 需要什么 说说这个负率的构造器star没有被定义 所以呢 咱们在这定义一个空构造器 好了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 来了这么多参数 对吧 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进行计算 把我们这根据他 计算所有内容 然后呢 参考一下他的他的想法 我们看一看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把这些行星啊 统一都放到这个水平线上了 啊 就这根线嘛 就统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在这 然后呢 因为他速度不同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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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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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不一样了 啊 给个起始点呗 所以这起始点呢 是不是应该 大家都放这个这个这个点上 就xy坐标嘛 都放这 是不是 这这个坐标 有没有规律啊 有规律没有 啊 有规律了吗 有规律吧 这不是这个太阳的坐标 的这个x 加上这个长转 不就是他的一个坐标吗 啊 不就来了吗 看到了没有 太阳坐标吗 我们太阳坐标是不是有啊 在我们这里边 我们是不是还传了一个star啊 大家伙咱们把这个star 放到放到中间位置啊 显得他重要一些 我们是不是心心是绕着他跑的 对不对 好 他有了 所以在这里边 首先我们this.center 然后呢起始坐标 xy xy怎么写 this.x 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个center.x 加上我们这个长轴的距离啊 看到了没有 没有二分之吧 长轴嘛 长轴本来就是半斤啊 对不对 长轴本来就是半斤 再走 this.y等于谁 y是不是就是center.y 等于太阳保持到同一个重目标嘛 是吧 这个算出来了 还有this.y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个game.youtil.get.ymag 然后呢 ymag pass 是不是图片也来了 看到没有 啊 这样图片也有了 然后长轴短轴 是不是他给我传什么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speed 也是你给我传什么就是什么吧 还有这个center center不要了 上面已经给大家写了 看到没有 这样经过这样计算之后呢 我们的 需要的属性都来了 然后呢 无非是什么 进行重画呗 那我们这个负类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 已经画 有一个这样做方法了 它里边是不是已经画我们这个 画我们这个这个图片了 可是它画的是行星 画的是这个太阳 它没有写这个坐标 没有这个坐标的移动方式 那对于我们的行星的话 每次画完之后 这个坐标是不是要变 是不是有不同的变化呀 好 你呢 可以重写这个状方法 听懂了没有 你要不重写也可以 其实 我给他提供一个mov方法 移动呗 听懂了没有 咱们一会慢慢的设计吧 慢慢的设计 大家看来 这个代码就是这样的 慢慢的优化 咱们先自己写个状也行了 这没问题 重写负率的状方法 听懂了没有 然后呢 每次画完之后呢 我是不是就让他 让他沿着某个椭圆飞呀 沿着椭圆轨迹飞行吗 是不是那怎么飞来着 这个飞行速度叫speed 实际就是还有那个角度吧 不 不好意思 咱们还少了一个东西 还少了一个 还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除了这个速度 就飞的多快之外呢 还有一个角度变化 角度跟那个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就椭圆飞的时候嘛 大家看一下 这样飞 是不是这个角度跟这变 角度 不不不 角度跟变化不一样 比如在未来这一点是 这一点的话 是我们的角度是他 对不对 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速度每次变多少 以前我们是每次变0.1 对吧 好 这个还不一样 所以呢不好意思 我们还缺一个 速度还有一个什么 我想想 角度是角度的增量吗 速度是角度增量 对不对 所以他缺一个叫角度 不好意思 不过这个角度呢 没有关系 咱们默认就让他 从零开始就完了 听懂了没有 角度增量他从零开始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x然后这沿椭圆飞 还记得怎么飞来着 x等于什么来着 圆星嘛 圆星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需要知道 我的圆星啊 圆星是谁呢 是不是center.x 这是我的圆星吧 然后呢 那个速度不是speed吗 飞的多快对吧 还有mass点什么 cos 对吧 这刚刚给大家讲过的 土圆轨迹 然后呢 这里边是不是该degrade了 是吧 然后y等于什么 center.y 加什么 speed乘以什么 mass点 sine degrade 看到了没 是吧 这沿着土圆飞起来了 但是飞起来之后呢 每次这个degrade 是不是要变一下呢 是这个吧 看到了没有 以前我们是加0.1嘛 以前我们是不是这么写的 现在我们这个速度 是不一样的嘛 地球飞的速度 肯定跟土星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增量就不一样了 看到了没有 这样我就把这个土圆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飞 好不好 尝试一下 当然在这儿呢 要让它飞的话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需要建一个球啊 咱们就叫地球 star earth new 不能用star了 叫什么 planet 对吧 earth new 什么 planet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planet 到底需要传什么值呢 我们参考一下 嗯 写错了 planet是吧 咱们调哪个方法 是不是调这个啊 是不是 围着谁转 太阳 对不对 图片地址 images -earth .gpg 长周多长 我也不知道多长 150 随便写个数 可不可以 短周多长呢 100 speed多大呢 0.1 线线的0.1跑 可不可以啊 然后呢 就把这个earth画出来 叫earth 点什么 啊 捉 gpg 看着没 飞起来 嗯 有问题啊 我看看它哪写错了 哦 这是长轴短轴 写错了 不好意思 我说呢 它原来那个 这应该是长轴和短轴吧 啊 糊涂了 这应该是短轴吧 short axis 是吧 好 这个没错吧 这个没错的 是不是地球就来了 同学们看到没有 好 当然有同学说老师不对 不对不对 太不对了 它飞的时候呢 是沿着这个角度飞的 是不是沿着它飞的 中心是它呀 那你有办法把它变到它吗 是不是做目标加 不是加五个点 加那个图片的宽度的一半啊 是不是 对吧 那不就来了吗 这是不是就标准了 愿不愿意改一下 啊 改一下是吧 改一下就得加两个属性了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star 我们这个先行的宽度和高度 是不是以这个图片的宽度高度为例的 是吧 所以在这呢 大家看 给它一个属性呗 叫 int也好 大宝也行 随便 叫宽度 和什么 高度 然后你构造器构造的时候呢 imagine 然后呢 我们这儿看看怎么调用的 lister 咱们不好意思 咱们再重构一下吧 来咱们再重构一下 我在这儿呢 来加一个这个宽度高度的定义 有了图片之后 有了这个图像对象之后 怎么着 this.x 不不不不 宽度 不是等于图片的宽度吗 就它应该就可以了 对吧 this.x 高度 等于什么 imagine get height 看到没有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定义宽度高度了 就我们这个图片的宽度高度吗 看到了没有 这样我们形形也好 土形也好 什么形形也好 是不是都有宽度高度了 然后呢 这个代码大家看是不是要在这儿再粘一遍 只要碰到粘就觉得不爽了 粘一遍当然也行了 最好别这样 我们能不能 看看 imagic对象 来 我们能不能这么写 this 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给我们Utel get imagine imagine pass 这个玩意 大家还记得吗 通过this 调用另一个楼套器 还记不记得 这样大家看我们是不是避免了重复的粘粘 这样的代码 看懂了没有 你现在在star里边加了一个宽度高度 我问我问大家 我问你 这个宽度高度 这个star 这个方法 在我们第一行星的时候 有没有用到 看一下 行星这里用了没有 好像木有用是吧 是不是好像没有用 看一下有没有用 star imagine和double 没有用是吧 子类里边 咱们自己子类里边可能需要自己写了 自己写就算了 好 站过来 咱们就不掉哪个了 或者你要掉它其实也行了 掉它也可以 其实 来吧 咱们如果你想要写的结构法非常好的话 大家看 这样这样更好了 假如你是GDK的开发人员的话 对吧 你这样写更好一些 RMG RMG 然后呢 把这些挪上去 然后呢 我在这 干嘛 是不是这次去掉我这个方法 是不是掉它了 看到没有 好 然后你在这是不是也可以掉 好 这也无所谓了 这你去掉它 那它里面是不是掉它了 是不是掉这了 看到了没有 只要有图片我就掉这 然后呢 你在这个子类里边呢 也一样 子类里边咱们有几构造器 一个是吧 在这 Super 构造器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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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是一个Image Path 是吧 好 来 这样 大家看 这个你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你这样一掉的话 一掉复立的构造器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你的宽度和高度 是不是给你定义好了 你看一下 我在这 一掉Super 它的复立的构造器 这个方法 一掉这 是不是意味着 宽度高度的高度都有了 看懂了没有 在这 构造器的互相调用 然后这样的话就好了 我们现在就每个行星呢 都有这个宽度和高度了 那么我在这个行星 去绕飞的时候呢 这儿飞的时候 这个圆形是不是要变一下 用Santa.x合不合适 不合适了吧 你看吧 这是一个 我是绕着它跑嘛 加一个二分之宽度 二分之高度 是不是就行了 好 所以我在这再加什么 加什么 Santa.x 宽度除以2 是不是就完美了 这个 那特别吧 加括号吧 这样更容易识别一些 Santa点什么 高度除以2 听懂了没有 通过增加宽度和高度 我们实现这个内容 跑起来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好一些了 就真正的围着太阳的中心转了 而不是围绕太阳的左上角转 明白了吧 好 这个可能比较繁琐了 其实也不繁琐 你要互相扎代码 就两句代码 我这儿呢 只是让大家把这个结构设立的更合理一些 通过构造器来回调用 来实现这个 我只要写两行代码就行了 看到没有 这个你要构造器得学好 构造器构造器学好不够 还得把构造器重载学好 还得把继承学好 还得把重写学好 还得把super关键词学好 那你就可以彻底理解了 明白了吧 所以同样写太阳系 大家看到没有 同样写太阳系 有各种各样实验的方式 你是不是发现每次都不一样 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样 层次不同 写的代码也不同 虽然功能都是一样的 好了 谢谢大家